谁交考大学五一直接放16天 沈阳一大学称放假绝不调休 去年9天的五一小长假 今年直接升级到16天 我一眼就认出来了 这才是我的学校 江苏一高校也发布了五一假期通知 从4月29日到5月5日放假 周末联休 联休9天 五一直接放开国庆 这就是古希腊掌管假期的神梦 你们真的要放这么多天假吗 高校放假 我们是有自主权的 都说你们是放假大学 您怎么看呢 这有什么问题吗 我们有严格的教训计划 按照教训计划 教训论完成了就可以放假的 原来和中小学是全省或全市统一放假不同 关于放假时间 各所高校有自主权 真可怜 中国人民大学4月28日至30日为春假 加上五一假期更8天 厦门大学加庚学院春假时间为4月27日至5月5日 共9天 华州农业大学全年周末正常收假 不过求课安排 妈妈 我明天都去上大学嘛 海外的走着走着的人都不知道 从这东西千万不能一起吃 一 豆腐和水泥 一 因为豆腐中的蛋白质和水泥中的灰酸盐发生反应 烧成一种难以消化的物质 吃多了容易叠食 还会导致严重的化学烧伤 二 煎巧和螺丝钉 不仅不好消化 还可能造成食道损伤 没完全消化的螺丝钉 还会造成胃窗孔 三 皮蛋加电池 皮蛋中有多种化物质 电池中的氢氧化钾和新酸钾结合 会严重影响干肾代谢根结 从而造成重金属中毒 还有烤橙和泥沙 吃多了容易得结实 豆浆和90度开水 因为90度等于知晓 只能感慰见不下去 来不赶紧告诉你那些暗示的好朋友 小心 你知道这有多危险吗 这是高空泡沫 你们自己走路不小心怪谁啊 喂 呈现不会就现吗 高空泡沫12319 啊 怎么这么脏 阿姨 垃圾赶紧经理一下吧 影响到其他居民了 小孩子多管闲事 喽到是你家的 老板是报警啊 喂 消防安全局吗 消防安全投诉 有没有119 老板 你们饭里怎么还有虫子 谁知道什么时候飞进去的 跟我们没关系啊 喂 食品安全局吗 食品安全投诉 12331 下酒了 老板 住手 哪来的小孩 知道我们是谁吗 喂 草黑除恶办吗 草黑除恶 12337 妈妈 等一下 一瓶饮料怎么30块啊 就这个价 爱买不买 这么贵 平常只有几块 买不起别买 喂 物件局吗 红楼台物价 123.8 这些电话赶紧收藏 希望你永远用不到 救命啊 有人吗 救命啊 有人吗 完了 电梯出故障了 我们要走不去了 我的人生才刚刚开始啊 我刚买的零食还没吃完啊 你能不能先停下来啊 你这样子会够危险 我能干什么啊 让你大说不就等回应吧 这个我会 救命啊 有人吗 救命啊 快 错位请天长臂 膝盖围躯 脚跟亲戚 手指甲尖剑 使手抓紧扶手 保护好脊椎 哈 电梯开始装上了 别怕 从上到下 把每一层都按一遍 行了 下次遇到电梯故障 知道怎么做了吧 知道了 可是我电梯锁上了 我们怎么下去呢 重说另一部电梯吧 不 不了 不了 我们先走一步 老板 你这个裙菜怎么卖 一块而已 这一百斤 你要是都买了 就一块一斤卖给你 芹菜梗和芹菜叶分开卖吗 卖芹菜梗七毛 芹菜叶子三毛 那我们全买了 都还剩吧 好嘞 梗五十斤 叶子五十斤 五十乘以零点几等于三十五 五十乘以零点三等于十五 数加三十五一共五十元 现在老板 把门快跑 好像哪里不对 三秒之内还能吃 不能吃 奶奶说了 不干不净吃了没定 那都是没有科学依据的 奶奶还说了 不听老人言 惩愧在眼前 都戳来吧 谁啊 这是什么 明明才三秒钟啊 看到了吧 三秒之内还能吃这个说法 一点都不靠谱 人家生物学家都用实验证实过了 人捡起食物的速度 是赶不上细菌 跟食物的速度的 就算你一秒捡起来吃 蛋糕上 也已经有成千上万个细菌了 我吃 我之前刚吃也没生病啊 那是你运气好 体内的免疫细胞救了你 万一遇到厉害的细菌 可是会上吐下去 甚至还要去医院呢 那 那 另一面应该没事吧 三点睡 七点起 言王说我好身体 你是会一直不睡觉 能出道今几天吗 不睡觉的第一天 大脑会分明出 令人愉快的多巴胺 你会觉得一场幸福 熬夜究竟 法律无变 不睡觉的第二天 多巴胺刺激消失 你变得非常疲惫 此时你对外界的一天反应 都像拍了零零五倍速 不睡觉的第三天 你的免疫能力 已经降低了一半 各种病菌运动转落 今天 有十分惨告 不睡觉的第四天 你连多站几分钟的力气都没有 还会感到胸口咯噔的疼 心脏不是跳得太快 就是忽然在闭嘴下 不睡觉的第五天 各个机关开始甩截 大油突然暖落 恭喜你 又有了鱼的记忆 不睡觉的第六天 你的身体已经无法正常站立 大脑也进行强制关机 严重点还会进入凶壳状态 不睡觉的第七天 你发现心脏跳得越来越快 心理血压飙升 接下来等待你的 是随时猝死 超过十天不睡觉 就是神仙也就不回来了 我不回了 我不能回到第一天 屏幕前的你还等什么 点赞收藏了 就赶紧睡吧 救救我 有人跟踪我 走 我们去那边 放心 他走远了 我没带手机 能借用你的手机打个电话吗 给 喂 爸爸 我没人跟踪了 你来接我吧 太谢谢你了 不知道怎么感谢你 这个手表送给你 带着玩吧 不用不用 对不住了 你怎么回事 给你打电话你也不接 果然没有电话提示 我还有事出去 难道是 又忘带什么了 果然是你 小朋友 以后不要轻易相信别人了 这话应该我对你说吧 不许动 你就是刚才那个跟踪的人吧 警察叔叔 你给我打个电话吧 我不是故意骗你的 我也是被他们骗来的 早就看出你们是一伙的了 你假装被跟踪 后来找我求助 借口用我的手机打电话 其实偷偷设置了呼叫转移 这样你们可以随意解听我的电话 幸好我提前看了录屏 你所有的操作证据都在这 这个手表没有3C认证 你们就是靠它来定位我的位置 待定位的产品 必须有相关部门认证 才能在指定门店售卖 行星骗局又让我遇到了 你为什么不点赞 等一下 我们的房间没有让保洁打扫 为什么门上挂着已打扫的牌子呢 可能酒店规定 每个房间都会安排打扫吧 别疑神异鬼了 不对 有危险 你好 预定房间的手带号说一下 3599 外卖放前台了 尾号3599 3599 房间号是1206 拿外卖去咯 你好 帮我打扫一下我的房间 好的 快报警 假期出游 入住酒店 一定要小心 先检查屋内有没有摄像筒 重点检查空调排风口 电源插座 睡前把门锁好 用两个一架固定 纸巾堵住猫眼 能把手挂上茶杯 检查镜子是不是双面镜 双面镜纸巾没有电线 你为什么不点赞